我简单报告一下 这是蒋先生跟夫人的起居室 外面是主卧房 可是让给宋美林 这是她对滕汉她夫人的一个很明显的票称 宋美林活到106岁 是比较年轻 她比较喜欢阳光 如果刚刚你们注意到她那个画室的时候 她那个面是对着窗户的 那底下那个蒋先生那个桌椅是背对的 所以看着个人属性不一样 那宋美林不需要人照顾 所以一个床位就够了 蒋先生需要人家照顾所以长度比较大 因为医生要给她打针吃药换衣服 那宋美林因为她比较年轻活泼 然后她是晚睡晚起 晚上一两点才睡觉早上十点钟起来 所以她为了两个 蒋先生均勻之身早睡早起 为了免得干扰所以两个分开睡觉 那宋美林这个蒋先生的体恤 所以把外面采瓜很亮的地方让给她住 然后用地毯用部门来隔音 宋美林浪漫活泼 所以看到天花板是椅圈性还有发挥 蒋先生是一板一眼方方正正的 好兄弟们看到那个卫生间 来来去看到卫生间 蒋宁来自一个护育的家庭 我想各位听过当时来自上海就不得了了 那它的基本色调一定是很红色 然后它的发色基本上是华博士 但是这边都是美国的产品 按照华博士来做的 这个切开特币 这里面有个小小小小小小 这边有个镜子你们要 家里面有桑密西的 你一定知道这个镜子绝对不能 çocuk luego 尤其晚上 Tenki跨夜都会吓人一跳 但是宋美林这个比较洋快的人 他西方治療,要拿厚,不在乎 然后我们再看,他旁边有没有一个气窗 是不是和外面的窗户是一样大 各位知道,卫生间是私密的事业 我们一定会开个气窗 要通过每人种族,每人要发的众族 可是没有人会把这气窗户更大吧 所以寿美人无所谓,可是蒋奇寿美人受不了 他是个传统的中国人 他曾经建议他是不是把这个窗户改小一点 何况外面就是狗男 恒爱他的太太嘛 男人说对这个太太就是私心嘛 这个也是有记录的,这是他的衣冠记录的 就寿美人回来一句话 他说中心宾馆是因为你生病特别盖的 给你治病的地方 你要怎么决定当于你为主 但是如果你把我这个窗户改小的话 我就不坐在这边,我回到我的司令官里去 所以蒋奇寺没辙,所以盖的还这么大 好,他们两个是天成基督,就看着他们两个一定要做礼拜的啊 好,请到这边来 有问题可以问我啊 所以他洗手间是一个人一个洗手间 蒋奇寺这边,你不要急嘛 是 蒋奇寺很爱宋敏林 所以我们常常说这套画像 叫做宪志吉的 因为一直他是种种身份 我们觉得他是伟人啊 但是你看见没有 他跟他故人在一起是柔柔包包的 而且开放的宋敏林 反而觉得不好意思 蒋奇寺很大方啊 所以我才能说这是县制级的照片 这以前都不太可能出现的啊 因为我已经讲了领袖的成为 这是蒋奇寺服饰啊 好,今天各位很可爱 特别开放 刚刚这位记者朋友提到说 蒋奇寺跟夫人卫生剧是不是一样的? 不一样,请到这边 柬埔多了 然后有两个澳门点 澳门有点澳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第一个看 各位进去看 他那个马桶 一下上面家里的很高的 一个小水泥 把它垫高了 有没有看到? 马桶垫高了 为什么? 因为想 人家住居在八十四五岁 不一样 蹲下就站起来 然后就期待不容易利落 所以他的工作人员 把这个马桶垫高一点 让他蹲下去 站起来比较利落一点 这个体系老人家 八十四五岁的啊 第二个,请看 这边是不是有多的一个木箱子 那个浴室旁边 浴棚旁边 多的一个木箱子 这做啥用途呢? 因为蒋先生 晚上要洗澡的时候 洗完澡一定是春天通日 可是阳明山的晚上 机会很低 如果你衣服摆在外面的话 也会很冰冷 冰冷的衣服 穿在热红红的身体上 就会很冲突 就会感冒着凉 所以他的工作人员很体贴 就把那衣服放在柜子里面 然后每个家里面都有一个抽风机吧 吹风机 就开这个最小 保持一定的温度 就每个家里都有吧 然后等他穿的时候 就把柜子打开 把那个内衣内裤拿起来 穿到身上 就有温度了 这样的话就不会搞不好着凉 我们敢背这个事情说 老一辈的人呢 心都很细 并不要花什么钱 可是这是个小动作 却有很大的温馨在里面 这就是爱护照顾自己的父母 说啊 因为这种父母不是要你要拿多少钱 但是用心的话 都可以处理很多问题 然后让爸爸妈妈感觉很温馨 这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明啊 好 请到这边来 好 等我们去看风景去了啊 好 用你们细腻的眼光看看 这边的色调有没有比较呢 对不对 装红色的 我们刚看到这个鹅盘色了 对不对 现在装红色 然后这个摆设比较拥紧 好 跟各位爸爸 这跟我们刚刚叫那个 服务中心的道理是一样 会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在中心宾馆的时候 刚刚住进来的时候 这是个毒素的舒缓 可是隔了两年三年之后 他得了心脏病 这边变成一个医疗室 包括急救设备板 这边包括医生 这边就腾空了 变成医疗室 等他过世之后 中国人民党党首会来接受的时候 这边是空的 可是现在出现这么多东西 是哪里来的呢 住在台北的人 都应该很清楚 总统部前面有个城门 右边是那个 那个国库经历这个什么 中东经历堂 左边是台大医院 前面有个很大的一个一个 运动 现在叫做长荣文教基金会 早年是中国国民党的中央大楼 中央大楼 后来这个中央大楼 卖给了长荣集团 搬到八德路里面去了 有一段段时间 中国国民党当时还是在那个中央大楼 可是大部分都已经搬到八德路里面去了 八德路的空间 比那个中央大楼 原来的大楼小太多了 很多东西沦不下 所以 把当时中央大楼保留的 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设备 所以底下的是总统 这边是中国国民党的负责人 前面有没有椅子呢 有椅子 中国国民党是个行政官员一样 所以要办事 所以两边有没有抽屉 开始办事 看底下不一样 下面是代表国家元首要跟他致敬的 那这边是国家元首 比如说大股东小股东一样 所以它恒意不一样 这份花 早年的每年的10月31号 是国定假认 是总统的华代 全国要祝寿 与国关腾 那这是当年早年的父女同胞所送的 为什么叫做长色花 它永远不会凋谢 因为全部是用贝壳所做的 贝壳 贝壳 看不出来是贝壳 这幅图是不是跟中央经验上的 那一个是合在一起的 有加工的 代表两个意义 他要去指导革命运动 那在反中跑是要碰到的 那留下这个话 但终于有修饰就是了 OK 好 请坐 刚才今天好像有身衣服 对 有 这照片里面挂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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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朋友们来 你们今天要服务器 这里可以照了吗 可以照 可以照 你看 每个人早来挂的梅花一片 多漂亮 对不对